观众朋友五岸 欢迎来到中天五间新闻 我是周倩林 今天是年初三 可能很多朋友呢 娘家也回完了 前两天年夜吃 年夜饭吃完了 这些都忙完了 今天开始出门了 但是呢 每次碰到假日 一定塞车的雪山隧道 今天开始是首度的实施 小客车呢 从初三到初六连续四天 中午十二点到晚上七点 都只能下不能上 这样子是不是造成附近呢 替代道路会毁堵呢 现场连线的记者徐华川 带我们来关心华川 好了 从星辰六点中开始 从这个行进雪山隧道的车流量 逐渐的增加当中 而到目前为什么发现到 在乌图管制站跟棚山隧道之间的 七公里左右出现回堵的状况 也因为有回堵 所以在这个乌图管制站 已经开始单线管制 目的就是避免更多的车潮 一次涌入雪山隧道 而在雪山隧道入口处的 两三公里处的这个地方呢 车速大概维持到二十到三十公里左右 但是经过两三公里处之后 在隧道内的车速可以维持到七十公里 这个根据工作人员表示说 很可能是用路人车速一开始不敢开太快 使得整个在入口处有出现小小汇毒状况 而其中比较特别的是 从今天开始连续四天 也就是初三到初六 从中午十二点钟开始到晚上七点在雪山隧道内里面管制着小客车的进入 我来听看上午之前这段访问 从初三到初六 中午十二点到晚上的七点钟 做一个管制 就是说要上交流道的话 我们只有准许大客车通行 但是小客车还是一样可以从交流道下去 那这个部分主要的目的当然就是让大家用路人 不要因为这个车多 这个雪山通过水山射到这边的车太多 影响大家跑过的时间 所以特别做一个流量的管制 但是这一个部分呢 我们也会看这个雪山隧道里面的车速 还有交通量 还有交通的趋势 如果有往下降的趋势的话 我们在投程交道这边的小车 上高速公路部分 我们也会做一个弹性的一个管制 就是很可能的话 某些事件 这个管制措施从中午九点到晚上七点 这个高空局呼吁用路人可以走台九线 以及滨海公路 以这个替代道路来避免这个雪山隧道的拥塞 而另外一方面优点就是七点以后 在投程交流道这边是不实施收费的 也希望用路人在晚上的时候 再上投程交流道回台北 这样子来说也是比较方便的 而以上就是现场军情形 我们再把时间交到国道三号的记者朱显明 主播各位观众 大家恭喜发财新年快乐了 俗话说 而空吧就要到各大的景点 好好的仔细游玩一下了 因此你可以看到 在国道高速公路上面的中部的路段 可以说是车流稍微的多 但是事实上车流还算是顺畅 而仔细看在收贝站这边 往车里头一看全部车里面 都是西家大眷 大家福老西幼的 趁着大年初三来赶紧的出游 由于还有五天的假期 因此他们把握时间 要到了南投各大的景点 而再回头看看 在南投二高的民间交流到这边 许多车辆都要来左转 因为他们要到的是水里 吉吉还有日月潭本各大景点 而他们的心情有多愉快 我们就赶紧来听一下 他们的说法 会塞吗 还好耶 对啊 车子是蛮多的啦 但是还好车框都蛮顺利的 没有啊 初一拜拜啊 初后回两家 初三出来玩 会塞车吗 高速公路 对对对 很顺啊 那南投去哪里玩 大人头走走 查信电线 好你应该看到 事实上每年的 大年初三之后呢 还有五天的假期呢 南投的各大的景点呢 全部都是塞爆了状况 可以说呢 不仅是路客来玩 连台湾的各地的全省的游客 也都聚集到了 南投的各大景点 因此您可以看到 整个的车流 虽然说呢 是大致的顺畅 但是车流 的确是比往年来得多 甚至是比初一初二 还有除夕呢 都来得更多 尤其你的全家人呢 一家初悦 有的人是两三台车 跟在一起 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 在过年期间的行车呢 还是得特别的注意小心 同时呢 还得更特别的注意呢 事实上呢 从今天晚间的 七点到十二点呢 是暂停收费的状况 同时南投的各大景点呢 也是有个交通管制的情形 呼吁呢 旅客来出外游玩呢 务必呢 要先事先的来查询清楚 同时呢 保持呢行车的安全哦 主播 好